好,放好了字以后,我们也许应该在这上面放一张我们的照片 那照片要怎么放呢?很简单,我们还是第一步开启旧档 然后去找到我们要开的那张图片 还记得吗?我讲过,你轻轻点一下,在这边就可以预览它的照片 那我们可以慢慢找,找到我们自己要的那张照片 找到以后,按下这里的什么?开启 好,开起来了以后,那我们要挖照片过来 这时候用到的工具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的选取工具 在这边的第二格,标准选取工具,请点一下 好,选取工具选了以后,一般来讲我们要挖一个图 我们要选一个区域,这个照片通常是长方形的 或者是椭圆形的,那我们可以选择这边的形状 第一个就是矩形,就是长方形 那第三个就是椭圆形,那我这次示范用一个椭圆形 一般来讲选取区,你要先想好大概的宽高 你要先想好大概有多宽有多高 然后呢,从左上画下来 好,这样画一个区域 那有的时候你画的范围不对不好 那你只要按复原,就可以再重新画 或者你不要按复原,你只要离开这个区域 你看,在这个区域你又可以再重新画 可是如果在这个范围之内,你看到没有 当我游标从外面移进来的时候,它会变成十字形 四项十字,还记得我说过吗?代表什么意思吗? 四项十字,代表可以移动 好,你只要左键按住,画好了对不对? 你已经选好区域了对不对? 一拉 就可以把刚才选的那个范围抓起来变成一个物件 你看旁边的那个图层观理员 现在还是只有基底影像,对不对? 好,回来放开 我要放开了哦 我一放开,这就会多一个物件了 我放开 你看,基底影像 它是不是多了一个物件了 好,这个部分就选起来了 那要怎么样把它放到你的图片上来呢? 只要按住它,直接拉就可以了 直接拖到你的原来的图这边上空哦 放开,它就会掉到你的名片上哦 不过,现在还不能直接放 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照片是非常大张的啊 你拉过去以后它会太大张啊 不信啊,我丢过去你看看啊 我丢过来咯 我放开 哇,好大张啊 怎么办? 吓到了 好,那我们应该先锁到 比较理想的大小 好,现在复原到这里来了 那到底要怎么样缩小 才是比较理想的大小呢? 还记得我们这张图是多大吗? 高度我们选择是600 对不对? 那你将来如果做更大size 你可以直接知道它的高度是 是多少像素 看这里可以知道 我们的高度是600 600这里是像素的意思 600像素 好,那我们只要把这个 选取的这个物件 缩到高度是600 那不就差不多大了吗? 好,那怎么样缩小呢? 来,我们请看这边 调整 按下去以后 往下找 找到一个叫做 调整大小 看到了没? 调整大小 好,我们按下去 好,谈出来了这个对话框 首先第一个我们在上面要看到 我们不是要改基底影像 看到没? 它一开始预测是基底影像 我们要改的不是基底影像 我们要改的是旁边这个图啊 所以我们要选择谁呢? 选取的物件 好,点了以后呢 接着再看下面 我们要选的不是百分比 我们要选的是像素 对不对?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 我们的这个名片的底图 像素是886乘以600 高度是600 所以我们改成像素以后 把它高度也改成600 好,这个时候按下确定 咚咚 哦,你会突然发现它变小了 有没有 它本来这么大 现在缩小了 可是你不要小看这个这么小 因为我们的照片实在太大张了 我们只要把它拖过来 到我们的名片这个上空 看到没 名片的上空 放开 这样照片就过来了 这是大约调了大小的照片 那这个时候再用工具箱的 低牌的最后一个 这叫做变形工具 看到没 按下去 好,你可以看到 这张图的周围就出现了控制点了 记得你千万不要点到底哦 你把底缩小了 到时候名片洗出来 size不对 好,点它以后 哦 我们看一下 它维持宽高笔的这里 是不是有锁定 好,锁定宽高笔 那你不管控制哪一个点 它都会等比例缩小 如果这个宽高笔没有锁定 那你就惨了 你一拉下来 人变矮胖了 哇,糟糕 懂了吗 所以你一旦发现 你移下来 它没有维持宽高笔的话 你赶快检查看看 这里的锁定有没有锁 如果维持宽高笔的锁定 锁住了 这时候就可以放心的调小了 不过记得一次不要调太多 因为记得哦 变形工具 调小没问题 放大会变模糊 所以所以相机才要一直出越来越高像素的 如果放大也会那么清楚 它就不用一直出高像素了 好,那这就是你的照片了 你可以缩到比较理想的位置 万一缩小了 糟糕 你不要用拉的拉大哦 你要用按复原把它复原回来 否则拉大它会怎么样 它会变模糊 答对了 这一个图已经好了 我们可以按存档了 那这张被我们挖得动的照片要怎么办呢 当然不要动它 你不要没事在上面乱动加 加东加西 这个照片我们得来不易 你一旦改变了 将来就难以复原了 所以我们不要存档 把它关闭 维持它原来的状况 免得你万一不小心缩小了 一存档 哇,那你的图档原始大的图档就没有了 你就只剩小图档了 懂了吗 所以原始的这个图片 尽量不要做任何更动 如果你要更动 你复制出一份新的来 在那个新的动 那这个原本的不要动它 好,这个时候我们把它关闭 它问我们要不要存档 我们要选择否 否不要存 好,这样才保险 好,那今天是讲挖照片的方法 讲到这里 希望大家学会 拜拜